警察 下车 警方追车来到戏指一间汽车烤漆厂 贺令嫌犯下车 副驾驶座的灵性男子一度不配合 警方控制现场后 发现他脚底的包包内 有毒有枪还有杀伤力强大的土质炸弹 22号当天嫌犯丢土质炸弹前 还自拍影片行径相当嚣张 接着开着朋友借来的车 前后挂着偷来的车牌 还在民宅前逗留了一下 接着就从窗内丢出冒烟的土质炸弹 嫌犯是谁屋主说不认识他 警方以车追人找到他 可是你们要教育 他是整个用宅配的吗 对啊 把那个雷管拆掉 拆掉 可是拆掉就不会爆了 我只是要警告他 嫌犯入网时工称 他只是想要恐吓教训对方 因为成绩男子拿了70万 跟他的老板一起投资中股车行 惨赔后就想拿回所有资金 双方多次口角 林仅男子为了挺老板 要帮他出口气 今年一月网路上购买土质炸弹 元宵节当天跑到五股引爆 就是要故意让对方知道是谁 逼对方出来跟他洽谈 他朋友之间的一个债务 嫌犯被捕之后态度嚣张 不认为自己做错事 幸好这回土质炸弹没伤到人 但是这一幕 被害住户可是吓得好几天 都睡不好 记者曾与其少子洋 新北市报道